老同学 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厉害 你老婆 你怎么跑到这个村来 你怎么也跑到这个村来 我去二叔公家 你不是说去镇上吗 我早上去镇上 刚刚二叔公叫我过去帮他搓来帮饲料 这样啊 他就是你老公 是啊 这个就是那个老公 老婆 他是谁啊 他啊 他是我的老同学 李大少 老同学啊 干嘛从里面出来拿个袋子 我啊 你老婆啊 在我家这个 加豆角啊 是啊 我袋子都拿过来了 去豆角 我们家里不去咬豆角吗 哎呀 你家那个豆角 你也知道啦 你种的是什么样啊 这么多啊 这么小 又不甜 老的 脚的话都出渣的那种 不好吃啊 我们家的什么样都有啊 在后山那边那个豆角 那那边也有啊 那个豆角啊 都说不好吃了 我老同学家的不一样啊 你看 又长条 又 又壮这么壮 你看 还嫩嫩的 好吃 到家的不是一样了吗 你看 你爸 你老婆 都养成什么样了 你老婆啊 我以前注意他的时候啊 都120斤的 现在 怎么养的这么瘦了 现在100斤了 瘦了20斤了 因为经常吃不饱了 你都不给你老婆吃的 我怎么不给他吃 他就是不爱吃而已嘛 主要是他那种不好胃口 他冻的那种豆角 菜啊什么的 如果你喜欢吃什么 你就跟我说啊 我可以去站站买给你吃的啊 跟你说 你整天都是不是去那里 就是去别的地方 你哪里关心哦 老婆我也不是想出去 挣多一点钱嘛 是不是到时候 我们是要送个小孩子 小孩子要花钱啊 要买反钱啊 说到这个 我都别的成功了 我都没吃饱 还养小孩 你种的那个豆角 是什么品种啊 品种都是一样的啊 那你老婆怎么不喜欢吃呢 我怎么知道的啊 他有那么挑食的 就算他喜欢你吃腻的啊 他种的那种品种 反正现在不喜欢了 那豆角呢 豆角啊 豆角啊 那个那个 刚刚你在那一条 那一条啊 哦 在这里 这条 我们家的比这里还要大 还要长条的 真的是这个 不是 是他家这个 你说可以吗 噴了什么 噴了农药了 他摘过了 大了那种摘了 只有这一条没喷的 是啊 本来我拿着袋子想摘 半袋子去的 到时候晒干啊 冬天也能吃啊 再说老婆 你用我的想吃 你叫我搓你过来吗 那么远就过来路 你自己角路过来 现在大洋量那么晒 你不怕中暑了 哎呀 为了能吃饱 中暑我也不怕 哎呀 你老婆还是关心你的 刚才 他还摘了一个木瓜 他知道你喜欢吃木瓜 他加一个木瓜回去给你 你看 这个木瓜 品种不一样吧 你看我们家种那种 都不一样了 什么 喜欢那么小的 我们还加了那么大的 也有啊 哎呀 大的那种吃腻的 这种品种 你说是进烤的是不是 对呀 进烤货的 我要尝一尝的味道啊 真的是啊 我们一起尝一尝啊 哈哈哈哈 你看还有那个 白白的那个 乳汁 露出来了 我也没见过啊 我老龙回头 吃的这个 会变大的 哈哈哈哈 你老婆啊 还说你 不给那个零花钱大花呢 我的钱全部都给他包管了 我怎么没给零花钱呢 哎呀 这样吧 哎呀 我这里有100块钱 嗯 在我们同学一场 啊 我就 借一点给你们上活 哎呀 不用了啊 现在是老同学 要来你家这里摘木吧 要摘这个豆角呢 我怎么好意思呢 是不是 给你老婆吧 老同学 你这也太客气了 可以啊 以后啊 你想吃豆角 还是木瓜 都可以来我这里摘 就说嘛 你看 虽然人家是个男员 但是人家种出来的东西 就是不一样 就是好吃 好吃 同学我也不能白拿你的钱啊 要不这样嘛 要是改天你这个豆角 多了 要有人摘我过来帮你摘 木瓜也行 红薯也行 那个木薯也可以帮你拿的 你老婆说你家的那个木瓜很大 我也没有吃过你家那个木瓜的品种 那你想吃想去改天去我家那边啊 那明天我过去摘两个木瓜啊 好啊好啊 到时候我们再烤两百啊 那我先回去了啊 再见老同学 再见老同学 需要的时候找我啊 没想到啊 老婆你这个老同学那么好啊 是啊 我跟你说我从小跟他一起玩的 这样子啊 是啊 可以说是青梅竹嘛 他很了解我 我也很了解他 那时候就觉得太熟悉 所以不嫁给他 我嫁给你 好啊 那改天叫了我去我们家吃饭了 好啊 那时候把两个木瓜送给他 好啊 那我现在去二叔公家了 你去不去 哎呀不去了 不好玩二叔公 他叫我帮我 他叫我去大家帮他搓两包 那搓两包那个肥料回去的 这样 哎呀那我不去了 我现在也吃饱了 眼睛也困了 我就回家出一个空调休息一下 那你回去吧 那木瓜你拿回去吧 晚上包汤给你啊 我送你回去先好不好 不用了 你赶紧去二叔公那里吧 那我去了啊 你走路要小心的啊 慢点啊 你小心一点啊 好